我跟室友去露营了 爸爸妈妈再见 记得妈妈交代的事情 忘记了就翻小本本 知道了妈妈 过去看 女孩只是去露营而已 你看谁叫孩子 托这么大的行李箱去 真是下草气 你懂啥 行李箱里都是有用的东西 开始露营了 我妈又做了奇奇怪怪的东西 想让我带来露营 你妈做的东西我快不吃啊 放心吧 全部都被我拒绝了 我带着那些超市里买的零食 那就好 你瞧妈妈的饭菜 和我妈妈的发明 都是暗黑系的 比得越远越好 强烈同意 现在我宣布二零五露营 正式开始 那我们赶紧开始吃午餐吧 你们想先吃薯片 还是先喝雪碧 就没点适合公主吃的高级食物吗 那那天还想怎么高级 花小妹你别没事找事 别吵啊 看看这是啥 一次性烧烤键 还有各种美味的食材呢 我妈妈都给我们准备好了 中午吃豪华烤肉 太棒了 那还等什么 赶紧开始烤啊 太棒了 露营能吃得这么好 谁敢想啊 一个字 绝 真好嘞 这就烤键 高高马马提上线 给等公主烤好吃点 多刷点酱 午餐时间 花花 你这烤键真的是绝了 烤肠味道也不错 烤肉挺好吃的 就是乎啊 蚊子太多了 我箱子里有蚊箱了 我给你点上就没有蚊子了 点蚊箱了 那还不军死个人 康雨桥我好烦花小美 我也好烦她 你就刮刮皮桥 找到了 那你用屈蚊水吧 小美这个不薰 这个适合本公主 冰瓜瓜 以后我都要跟你一起露营 你啥都有 好呀 可我不想跟你这样的公主 并一起露营 瓜瓜 我们下次别带上她 我同意白雪说的 花小美你就像个巨鹰 还是别出来露营的好 你要这样吗 瓜瓜 那要是公主只享受 还不帮忙的话 我也帮不了你咯 走 我们去准备晚上的烤鸭 就是 不帮忙干活 就别怪我们以后不带你 帮帮帮 我来烤鸭 我来烤鸭 你们别再近了